亚氏未能在今日发放欠薪 曾经承诺今天出粮的亚氏营运总裁马熙即时辞职 他说已经尽最大努力囚集资金 但未能成功 而商人黄精眼就以亚氏主要债权人身份 向高等法院申请临时清判令 郑佩斯报道 星期五是亚氏高层承诺出粮的期限 大批记者由早上开始在门口等候 亚氏拖欠部分员工去年12月的薪金 以及所有员工一月份的薪金 营运总裁马熙说过 会尽量在星期五前发放欠薪 但直到下午5点仍然未能派支票 部分员工即时引用雇佣条例10A离职 马熙说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囚集资金 在这几天我尽了人一辈子以来最大的努力 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 包括委员工安排薪金 包括和各董事投资者 包括萧云彬先生 要求致资 可惜都未能成功 我还未能对今天能够发薪金的事 我就向各位同事致歉 买器交代完之后即时离开 并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就这么多 你以为你有骗人吗 你不是骗人吗 你不是骗人吗 马熙随即要求召开紧急董事会 并且向内部发出自己的辞职信 之后就乘车离开 没有回答过记者的提问 员工说 先生你是否对不起员工 可否再说多两句 有什么暴力受影响 现在 看脚啊 亚市发言人黄守东 其后代马熙交代辞职一事 黄守东就说 亚市仍要维持基本的运作 但是至于未来的前路是怎样 就仍要交代董事会去讨论 亚洲电视记者郑佩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